看看新闻吧 姚迪宣告付出了 周一件事件发生至今 已经将近一年 姚迪也乖乖低调了一年 但绝不是漫无目的的 销声匿迹了一年 时不时地被付出一下 但姚迪也始终 没有淡出大家的视线范围 4月初姚迪低调开工的 偷拍视频流出 8月新片从爱情 到幸福举行发布会 姚迪本人未能如约来到现场 但VCR适时出现 仿佛画中有画 大家好 我是姚迪 在剧中饰演室 所谓戏如人生 几个月的拍摄过程当中 导演间接透露姚迪 过得似乎并不好 扰乱过 平静的步调 他得问他导演 他这场歌会用吗 我说我会用 他说要哭吗 我说你如果能哭 你想要哭 你就哭了 对 我爱多一秒 难不回首 9月姚迪主演的另外一部电视剧 《三个女友三个妈》在地方台开播 11月第二轮播出登陆卫视平台 星系没有少过 随星系而来的新北闻同样没有少过 闲事被目击和葛佑的亲外甥旅行 在酒店同进同出 后又被爆出与神秘男子同游泰国的照片 尽管这些花编并不是什么好新闻 也相继不了了之了 但对于姚迪来说 时而传出点心恋情 或许是挥别出柜门最直接的方式 在长达一年纠缠里 姚迪是肇事者更是受害者 既然如今他已经做好准备重新再来 也许我们也该放下偏见 有了新天第一编辑报道